词曲 李宗盛 若我解释缠 若将佛法生火花 历历朝人心目间 今天我们要复习的是 专一心思求正道 心不散乱就事定 念姿行姿戒定会 兼顾一念出发心的妙音动作 我们请仪音师姐来为我们示范 这一段是比较节奏性的呈现 专一心思求正道 双手先合掌 右手 左手 合掌 双手 心不散乱就事定 一样我们先打心 右手 左手 然后打禅定是右手 左手 念姿行姿戒定会 我们打两个念 念姿 行姿 左手打戒 右手打会 兼顾一念出发心 双手握在一起代表我们的坚定 收回来 合掌头抬纲 接下来我们要复习的是 挑柴 运水 无飞到 行柱坐卧皆是禅 若将佛法生活化 历历焦然心目间 我们请仪音师姐继续为我们示范 挑柴 运水 无飞到 左脚先弓箭不出 然后双手握拳放在肩膀 做挑柴的动作 身体往下压 慢慢地把我们的膝盖伸直 身体往上带 无飞到的时候收回来我们打到 行柱坐卧皆是禅 我们先打一个睡觉的动作 然后右脚出 同时手画开来代表我们的日常生活 收回来打禅定 若将佛法生活化 我们手画出去 打生活绕三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历历焦然心目间 这些经典上的道理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些道理我们都收回来 变成自己的智慧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还有许多人在宗教的路上 有时候会走入一个迷信的方向 那其实上人称说 学佛 修行禅定 不是求神通 那不是佛法的目标 精神统一 信念一致要有定根 做事就会在当下是专注的 如果实施用心 自然事实都会做得很好 这样的精神统一 做事就会通畅 不就是一种神通吗 所以学佛不是看不到 摸不着的方向 而是实实在在 真正落实在生活中的 法律心 法律心